大家好,我是二家 我们今天开始讲旁观者类 旁观者这一类一共包含四季 第28季对旁观者的论证 第31季宣称不懂 第33季否决实用性 第35季福利抽薪 这一类主要针对较正式辩论场合有关中的情况 因为群众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当群众倾向于认同某一方时 即使这样的认同是非理性 甚至是错误的 都会给另一方带很大的压力 因此拉拢群众有时是一个很好的战略 第28季对旁观者的论证 既次的名称听起来像是旁观者类的总称 但这一季的重点在于 提出一个内行人才知道是无效的反驳 书冠华是这样说的 这项技巧主要用于当博学者 在一群无知的旁观者面前发生争执时 欢迎之 提出一项只有专家才看得出 其无效性的反驳 这样的反驳不是要去胡倒对手 而是要去胡倒旁观者 在旁观者看来 对手仿佛被我们击败了 特别是当反驳 是以某种方式 让对手的主张显得可笑 群众们总是喜欢看人笑话 因此 我们应当设法将善效者 拉到我们这边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手必须费尽唇舌 才有办法指出无效的反驳 例如小明和小华在公开辩论上帝是否存在 小明说 上帝是全能的 没什么是他做不到的 小华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上帝能创造任何东西 小明说 那当然 小华说 那请问上帝能否创造一块 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 小明突然不知如何回答 部分敏锐的观众已经开始发出笑声 小华接着说 如果上帝创造一块石头 自己却举不起来 那他就不是全能的 如果上帝造不出这样一块石头 那他也不是全能的 你看 上帝根本就不是全能啊 旁观者一阵哄堂大笑 事实上 这个两难吃可以解决的 只不过 对于不熟悉宗教哲学 与逻辑思辨的人来说 这需要写一篇报告 第31纪 宣称不懂 之前在心里类的第30纪 诉诸权威 诉诸的是外在权威 而旁观者类的第31纪 宣称不懂 诉诸的是个人权威 两个人并论的场合 不太会有什么个人权威 但多了旁观者 诉诸个人权威就很有用了 初宝华说 我们只能再确定 旁观者对我们的敬重 压倒陷地高过 对对手的敬重的场合里 使用这一纪 使用方法就是宣称不懂 例如 在一个并论的场合里 某人做了一个论述 公认的权威只要说出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个论述 马上会在人群中被否定 初宝华是这么说的 万一我们完全不晓得 该说是什么 来反驳对手提出的理由 我们不妨机智地 嘲讽自己的无能 例如 您刚刚所说的 已经超出了 我薄弱的理解力 您说的或许十分正确 只不过 我无法理解 也不会做出任何判断 如此一来 我们并能暗示那些 增进我们的旁观者 对方所说的根本是无稽之谈 但例如 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就是权威 学生表达想法后 如果教授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即使口气很委婉 通常还是会变成一种否定 教授是权威 他宣称不懂 学生会被否定 但如果是学生听不懂 教授的解说也宣称不懂 那就是学生太笨了 周冯华说的更有趣 例如以教授的身份对抗学生 这一季其实是前一季的变化 他以格外恶意的方式 藉由主张自己的权威 来取代序民理由 反制的技巧是 是我冒昧 不过您竟然具备过人的洞察力 理解我所说的话 对您而言自是小菜一碟 无法让您理解 只能怪我表达的不好 第三十三季否决实用性 当对手变才无碍 论述合理性又高 眼看大多群众已经导向他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你说的在理论上或许是对的 但实际上却是错的 这是一种对于群众的提醒 引导群众去想 究竟错在哪里 只要不是像一加一等于二 这种百分百确定的 任何论点都可以创造出争议空间 这种否决实用性的群众体现法 可以降低群众被说服的程度 不过 在提醒完群众之后 你必须指出实际上错在哪里 否则就变成单纯的缓兵之计 很容易被看破手脚 既然重点摆在实际上错在哪里 只要丢出一个实际上的反例 不管是不是有效 都可以摆回一层 例如 小明和小华在辩论死刑存非问题 小明赞成死刑 讨论不绝 小华在关键时便说 你说的在理论上或许是对的 但实际上却是错的 然后丢出准备好的 人人都觉得凶手该死的 残忍凶杀 争取案件当做反例 难过来也是一样 小华赞成死刑 能言善变 小明在关键时便说 你说的在理论上或许是对的 但实际上却是错的 然后丢出准备好的死刑冤案 或是当权者乱用死刑 来扫除反对势力的案子 当做反例 第三十五季 辅底抽薪 这一季也称为公立论证 也就是宿主利害关系 为人性总是趋利避害 为什么叫辅底抽薪 因为正如书宝马所说 只要这一季奏效 就不必使用其他季 例如 小美和小明也在辩论死刑准备问题 小美本身是妈妈 观众席上也有很多是妈妈 这时面对小明 反对死刑的主张 小美边说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 以后有小孩被杀 就像小灯泡那样 凶手完全可以逃死 妈妈们真是情何以堪啊 这时观众席上的妈妈们 纷纷其声附和 认为小美的说法 既正确又中肯 虽然这一季放在旁观者内 但即使没有旁观者 也可以排上用场 诸宝马说 与其用理由来影响对手的理智 我们不妨改以动机来影响对手的意志 如此一来 我们将立刻博得对手赞许我们的意见 就连旁观者也一样 如果他们具有相同的利益 例如 小明是无神论者 但最近在追求小美 而小美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小明的朋友小华也知道这件事 有一天 小明和小华在争论上帝存在问题 小华就说 难道你觉得身边信仰上帝的女生都是笨蛋吗 小华是在提醒小明 如果再坚持无神论被小美知道 可能会被小美讨厌 小明就说 这个问题很重要 不要再多想想 因为和自身第一有关 小明就退让了 好 我们总结一下 旁观者这一类一共包含四季 第二十八季对旁观者的论证 也注意向内行人才知道是无效的反驳 目的在胡导旁观者 第三十一季 宣称不懂 这是诉诸个人权威 目的在暗示旁观者 第三十三季 否决实用性 强调对手的主张 在理论上或许是对的 但实际上却是错的 目的在提醒旁观者 第三十五季 浮体抽薪 这是诉诸利害关系的功利论证 目的在利用趋利避害的心理 来影响旁观者或对手的意志 好 下次我们要谈的是动作类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艾尔嘉 我们下回见 别人 编曲 编曲